好,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阅读文的单词。 kare 是他,kare ら 是他们。 下一个,kakasu 或者是kakasu 表示欠缺或不足的。 kakasu 变成,它是五单动词,变成mas 形,是kakashimasu。 日常,日久,日久,日久。 比方说日常绘画,日常绘画。 nichijou kai wa,nichijou kai wa,下一个,mauu,犹豫不决的。 mauu,它是一个五单动词,变成mas 形,叫做mauimasu,纠结,犹豫。 好,我们来看下一个单词,kai 到 乱 麻,kai 到 乱 麻,kai 到 乱 麻。 这个词组就是快刀乱 麻的日语读音,kai 到 乱 麻,kai 到 乱 麻,kai 到 乱 麻。 下一个,做选择时,或者,sore tomo,sore tomo,sore tomo,好,我们再看一个词组叫做,无理 无 中,读作。 呱,gori 無 中, gori 无 中, gori 无 中,下一个,sù,表示, 把脑袋呢,倾斜起来,意思是呢,不大 清楚。 クビオカシゲル 沉不清方向 或者搞不清他明白 クビオカシゲル 文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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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難 难办 困る 变成masYN 困ります 下一个 選擇 選択 選択 選択之前學過了 在做選擇題的時候 選択肢 它的動詞形式是選択する 選択する 下一個是 やはり 它一個比較口語的方式叫做 やっぱり 果然還是 仍然果然還是 下一個 忘れる 忘記 一段動詞把ルチラ變成ます 忘れます 忘れます 好 我們來再看到讀解文的原文部分 好 這一課的課文講的是 漢字の書き方と読み方 意思是漢字的寫法 以及它的讀法 好 我們來看到第一句 日本の人は 毎日漢字を使っています 日本人每天都要用到漢字 所以用到でいます表持續 漢字は漢字是一個 彼ら 彼是他 彼ら是他們 生活に欠かす 生活當中缺少的 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意思是生活當中不可以缺少的 ことができません的前面可以接動詞的基本性 是他們生活當中所不可以缺少的 しかし 要寫對 よく使う漢字はどう正しく書くのか どう正しく読むのか 彼らは時々迷います 好 我們來看到下一句 例えば 這個例子 カイトランマ 咱們剛剛已經知道 他寫的是這個 快刀這個 乱麻 但是呢 他會覺得 讀出來的時候 像這個中文字 就直接讀中文就好了 例えば Kaito 乱麻 は怪刀乱麻 と書くのか それとも 快刀乱麻 と書くのか 好 我們來翻譯一下這句話的意思是 比如說 Kaito 乱麻 這個單詞 是要寫成 怪刀乱麻呢 還是寫成 快刀乱麻呢 好 這個句子有點小糾結 と 是表示的引用 書く是寫 這個地方呢 都和書く寫的作用是一樣的 ノカ 和這個地方的 ノカ 是這個相當於短 一文短句 好 那我們來再看一下下一句話 ゴリムチューは 無理夢中 と書くのか それとも 無理物中 と書くのか 那句話的意思 跟剛剛那個句子是一樣的 那麼日語當中的 ゴリムチュー 是要寫成 無理夢中呢 還是要寫成 無理物中呢 好 同樣 ドカク 和這個地方的 ドカク 表引用 後面的ドカドカ 是這個 後面的這個地方 ドカ ドカ 是表示一個短句 一文短句 それとも是做選擇 好 繼續 白 という漢字吧 那白這個漢字 どんな時に 在什麼時候 ハク と読むのか 什麼時候會讀作 ハク どんな時に 在什麼時候 讀作 シロ と読むのか また或者 どんな時に 什麼時候 讀作 シラ と読むのか 首をかしげま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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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相当於 完全是 雲理物理 搞不太清楚 好 意思是說 白這個詞 什麼時候都做 ハク 什麼時候都做 シラ 他們搞不太清楚 なので第一次 例えば カイトランマは 怪刀乱魔と書くのか それとも 怪刀乱魔と書くのか ゴリムチューは 無理夢中と書くのか それとも 無理物中と書くのか 白という漢字は どんな時に ハクと読むのか どんな時に シロと読むのか また どんな時に シラと読むのか 首をかしげます 好 我們來繼續看 下一段 自分は自己 パソコンを使って 自己用著計算機 文章を書くから 因為自己 用計算機 來寫文章 漢字を知らなくても 知らない是不知道 知らなくても 即時不知道 困らない 我也不會覺得有困擾 と言って 人 人 人 がいます パソコンを使う人 が 還是由這個 用電腦的人 來決定的 決め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この言葉 這個事情 用的是 を 把這個事情 忘れてはいけません では行けません 是不可以忘記 意思是說 雖然有人說 我是用電腦 來寫文字的 所以我不知道 這個漢字怎麼寫 也無所謂啊 但是 請大家 一定不要忘記的是什麼呢 在用電腦時 你選擇哪一個漢字 而是由這個 用電腦的人 所決定的 好 パソコンを使う 是用電腦 它是用一個 存句來修飾人 是由這個人 來決定的 請這一點不要忘記 好 那我們再度一次 自分はパソコンを使って 文章を書くから 漢字を知らなくても困らない と言っている人がいます しかし どの漢字を選択するかは やはり パソコンを使う人が 決め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このことを忘れてはいけません 好 那這一課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將這一課的單字 和語法的部分全部掌握 之後再進入下一課的學習 大人天上先進行的大家 好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